第八百一十七集 雨蝶公主转身离去 我吃亏欠了叶公子 这样吧 我去取一滴龙髓来 这公子会复原器 且 我向父皇请求 送你一处修行界的神地 可加速修行一两倍 叶凡惊讶了 还有这样的地方 主城 虚扬天经地锐 烙印无上大道 漫长岁月过后 自然可演化为修行之神徒 叶凡吃惊 中州果然不凡 连修行的净土 都可以如此的续养出来 让人叹福 不久后 萧明远出现 进入这座山水乡衣 灵犬孤孤的府邸中 得惜情况后露出异色 难道是子龙台不成 亦或是火黄岭 可都是修行的圣地呀 当知道雨蝶公主还要送叶凡一滴龙水后 萧明远神色一致笑了起来 那两处神徒恐怕都已经有主 我去帮你看一看 安平国方圆百万里 浮原辽阔 肯定可选出一两处圣徒来 不久后 叶凡得到消息 安平国老皇主要赐他一块领地 要他去做一方领主 这让他啼笑皆非 我要地有毛用啊 他暗自赋匪 打算就此离去 恭喜啊 那是一位大帝晚年的节奴之所 最终当是作画在那里了 萧明远出现 说出这样一则消息 叶凡都想告辞了 此时却是心中一惊 一位大帝晚年节奴之地 这可真是害人听闻 肯定是要走上一遭 那里离骑士府很近 你要是去那里当领主 我与公主可以常去看你 我们两人都在骑士府修行 萧明远拍了拍他的肩头 他离去了 叶凡看了一眼他的背影 问旁边的老护卫 那处地方很特别吗 这 老护卫迟疑了一下 见萧明远消失 无尽岁月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领主 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什么 叶凡大吃一惊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琢磨了很长时间才到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古怪 年轻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 过去的那些领主 都如你一样不信邪 想得到古之大帝的秘葬 结果全都送了性命 叶凡得惜 这是萧家的一处封地 如今被划分出来 不用细想也可猜测出一二了 我与这萧明远并无仇怨 她为何想害死我呢 她很快想到了雨蝶公主 这是中州第三美人 难道是因她而起吗 那里与骑士府很近吗 相距不远 老护卫点头 爱是如今天下五欲 妖孽齐举 出现在那块地方 避讳狠乱 劝她莫要受苦 什么 你要去荒芦 当雨蝶公主回来 听到叶凡的决定后 吃惊地睁大了美眸 樱桃小口都张开了 一幅吃惊的样子 荒芦 就是指古之大帝的 杰芦之所 岁月幽幽 十几万年逝去 早已成为一片荒地 她坚决地反对 不能去那里 此古以来 也不知道死了多少领主 没有一个人能有所获 那是一个死地 她身材修长挺挺玉立 嘴唇鲜盈 穷鼻挺秀 眼睛黑白分明 灵秀无比 长发飘舞 带着芬芳 与叶凡对面而立 如蓝气息迎面扑来 雨蝶公主解释 我与父皇说过了 将此龙台 或虎皇岭送给你 那里是修行的圣徒 可比别处 快上一两倍 天生交织着大道痕迹 在她与老皇主戏说时 萧太师 也不过是随口点了一句 说了一下荒芦 愿还给皇朝不要了 而老皇主呢 也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 称一夜遮天 若是想要这块地呢 一并送给他了 结果 萧明远却传来另一番话语 任何人第一次得西 那是古之大地 晚年的节奴之所 都难以抗拒 也凡知道 对方料定他回去 这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既然陛下也有这样的话语 我愿前往 到那里观看一番 掌掌见识 雨蝶公主坚决反对 高颂的胸脯 都因情绪波动而起伏了起来 多少万年过去了 无数的前辈高人 都没有收获 长居那里 且发生了不测 你何苦去冒险 叶凡并未改变主意 他严惩只是观察一下 并不会久居 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你救了我的性命 本月报答于你 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雨蝶公主轻叹 取出一个白玉小罐 递给了叶凡 洁白的玉器即便被封印了 却又心香飘逸出来 让人浑身舒态 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了 沁人心脾 啊 龙髓 小明远去而复返 发出惊呼 叶凡想了想 这个人的心怀不轨 该不会还想打龙髓的主意吧 他笑了起来 直接拧开平塞 向口中灌去 芬芳溢满了园林 一滴葡萄粒大的晶莹液体 流动五色神光 清香扑鼻 嘴到人的骨子里 落进叶凡的口中 他稍微回味了一下 直接就吞了下去 啊 没什么味啊 旁边的人都晕菜了 连雨蝶公主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这样的仙真 他就这样吃了 人家都是小心的炼化 叶兄 不是我说你 这是牛角牡丹 爆天天物 实在 太浪费了 萧明远在旁看得都心疼 旁边 老护卫也是张了张嘴 彻底无言了 如果送给他 绝对会炼化到极致 强壮自己的生命精气 叶兄 你赶紧找个地方打坐 轻书炼化 此可恢复你的元气 雨蝶公主说道 而后转身离去了 园林中人都散去了 唯有泉水的咕咕声 以及碧树摇曳的响音 叶凡盘坐在一座假山旁 默默地运转天宫 他连不死神药都吃过 对龙髓这种仙真 也就不是那么看重了 但却不想真的浪费掉 此前不过是为了 让肖明元死心 龙髓 龙气 画龙 叶凡大吃一惊 觉得龙髓果然神妙 内蕴残碎法则 伦海 道宫 四级这三大秘境 与人体各部伪相对应 画龙自然也不例外 人体久变一跃成龙 所谓的画龙就是脊椎骨的修行 这是一条隐伏下来的人体大龙 下一个秘境 就是让他久变复活 与道相合 可是呢 叶凡如今还不清楚怎样去修行 因为他还没有突破进去 也没有相应的古经 据说 这一秘境无比的神妙 古籍中有记载 龙月而起 久变望仙 会看到仙门奇景 有种种玄秘莫测之事 有时甚至可成龙 遨游太虚之外 不过 具体如何 没有人可以说得清 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相同 都有自己的误导过程 神辱太虚重 方才叶凡炼化这滴龙髓时 触及到这样一点法则碎片 让他震惊莫名 要是能够得到一部古经的画龙卷 再拥有大量的仙真龙髓 这一秘境一定可以修行迅速起来 而今 人体四级秘境 也就是四肢 都被他炼到了大圆满 可烙印虚无中 双臂与双腿皆可勾动大道 他觉得 只要机缘一到 就能破入画龙秘境 可是 缺少一卷相应的古经 在来种猪前 他早已打探清楚 若论画龙座椅强经卷 毫无疑问 当属大下神潮 太黄经 他们的黄道龙起 攻击力举世无双 肯于皆自密媲美 其部分原动力 就来自于画龙卷 叶凡也只能眼热而已 他可没信心 从一个上古神潮中 夺来古经 当年的太黄与神明并立 留下有几道圣兵 可保神潮 万古不朽 大不了 我修单一秘境 从伦海重新开始 他倒也不是多么担心 单一秘境通彻后 亦可通胜 叶凡将要离开安平国皇都 准备前往荒庐 撞一下地缘 右凅 又汽車 都确 Tank